老闆有問到在你領像的超級時代 它有叫多少的相簿 各位看到上面的相簿怎麼算出來 有沒有 因為現在你們發現新的數位相簿 都不斷說上千萬 檔案不更準 大概說不好,我們千萬付好 為什麼它要一直把相簿提高 因為像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要選這個4乘6或4乘5乘6 4.5乘6 我們當時有先到位置的尺寸嗎 有嗎 那你要做這個的話 你看4乘6 6乘5乘18 你們是多少 1乘18 算我看的話 是216 就是216乘6 你看1600乘1800 算是300萬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選4乘6 大概就是可以的話 所以是300萬上次左右 市場的平均會比較好一點 多溫度太差 那200萬也是可以 可能把他算是最 最低要求 你自己這個 照相反的來講 他以前不是說 你感覺到 是對台的更好態度 還更糊糊 效果比較差 效果比較差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那個人你這樣清楚 因為我跟他接 他們說他那種 或者你說他跟四乘6 那會有四塊八乘 所以你一定要能夠起到那麼大乘 你的尺寸就不需要補上去其他 所以他們呢 不需要說三千萬 因為你必要夠補上去 而且如果 以常常來講 就是像 像電影啊 或者是那個比較 大尺寸的那種 以片 以前那種以片 我們以前以片 標準是散布的 但是那個 你會起出來的相片比較有限 好大 可是如果你要起做大張的 那你的那個 以片條只要被你 更大張的 所以這個會有差 另外來講到的是我們那個感應器 那個CCD 你說 你做那個 那個CCD CCD如果你的那個 比較大 大張 所以他感應看得比較大的 一兩張都拍下來 這樣一張單眼的 他們都會想要那麼容易 這樣應該清楚了吧 這個尺寸這樣 很清楚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問題了 然後呢 再次看 再次看 再次看